好吃酥脆 家中零食下酒必備 這滋味絕了 今天咱們做一個掛肉花生 首先熱鍋涼油 這邊把油做上 咱這邊把花生處理一下 花生咱打入一個蛋黃 蛋青給它去出來 直取蛋黃 均勻的抓散 抓散以後加入玉米澱粉 玉米澱粉分兩次抓 每次加20克左右 一次放進去不好找量 這樣容易掌握好量 第二次也是20克 這個你看了吧 一個蛋黃 加上40克澱粉 一斤花生米 完全就裹上了 裹好備用 下鍋之前拿肉烤給它漏一下 把多余的澱粉漏掉 好這時候咱捧一下油溫 俗話說得好 響油不熱熱油不響 您聽現在油溫 劈的啪的還在響 證明沒到四層 三層左右 什麼油不響了 就到了四層了 一層為30度 三是120度 好油不響了 四層油溫到了 咱們下入花生米 下魚之後 輕輕的拿勺給它攪動 放到最小火慢慢傾著 小心炸糊 花生炸至外皮酥脆 撈出 來個平盤 給它展開亮一亮 它還有20層足段時間 所以容易糊 鍋裡留少許多油 咱們炒糖 糖 糖 嘴巴水的比例呢 是1比1 糖啊 順時的方向給它攪 您也看點泡 大泡 起來以後呢 變成小泡就好了 糖啊 熬成年頭之後呢 咱們加入少許的鹽 辣椒面 芝麻 把花生 拿鏟子輕輕給它翻勻了 這個花生出來之後呢 一定分兩個盤量平鋪 第一個呢 防止花生糊 第二個呢 這樣出來更脆 掛掛花生再給做好了 備上二檔小酒 走起